探索宇宙人生真相,见证世间因果轮回,老宋讲故事,由罪言堂送幸福住。 第387集,天眼探卑金字塔,天人合一智慧显,诸位师兄朋友,大家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08分,公元2016年6月6日,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四大文明古国, 我们中国属于其中之一,当然,今天的故事我们不讲中国,讲哪个呢?埃及,这是一个神奇的国道,有很多地方令我们神往。 一讲埃及,我想大家应该首先想到的是金字塔,为什么? 为什么?这是埃及的地标,这是埃及的象征建筑,就好像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 大家已经从各个方面,各个渠道了知了金字塔具备神奇的特性,比如接收宇宙的能量,比如放入金字塔的牛奶或水果不容易腐烂,比如从金字塔中竟然发掘了一些史前的高科技,种种不一而足。 我们学过的历史当中,我们发现这么大块的石头,其中的垃圾连刀片都放不进去,太伟大了! 古埃及人太伟大了!大家在想,这个建筑是如何成就的呢? 带着种种种疑问,我们天眼见证团队出发了,我们即将将埃及金字塔这个迷团和大家解开。 但是,限于种种种缘由,我们都不会将很多东西公知于众,只会说一部分给大家知道。 这部分是允许大家知道的,允许大家了知的,同时都可以证明我们天眼见证团队所见证的事实是真实不虚的。 在图表上,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那种水晶金字塔,玻璃金字塔,索料金字塔,木块金字塔,做什么呢? 用来打坐,据说可以提升人的修行能量。 按麦家的说法,这是圆比例缩小,完全按照金字塔的这种比例,所以有神奇的效果。 但是,告诉大家,金字塔的塔顶和塔的四个角,如果你画直线的话,是形成一条直线的。 塔顶略大弧形,只是我们肉眼没办法去发现,因为这个弧形对整个线条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正因为这个弧形,才使得金字塔接收天地能量变得更为容易,更为直白。 具体,老宋没有那么多科学知识可以说,只能圆画照搬。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按比例缩小,其实大部分没做到。 也就是说很多金字塔实际的效果,我这里指的是那些高仿,实际效果要差很多。 其实,大家双盘打坐的时候,你仔细看,自己的身体都是成一个金字塔状,大家想是不是? 两个腿一盘,底下就好稳,屁股和两个七盖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头顶是一个点,分别和七盖屁股相连接, 那又是一个三角,底部好稳,头顶又能够聚能。 头顶聚能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天门,都可以理解为顶轮,都可以称之为百会。 我们的头部是什么形状?大家仔细摸一下,是不是顶部和耳部这个地方是一个弧状? 其实金字塔都是这样的,只是看起来没那么明显,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金字塔,我们看到埃及有很多,最有名的是狐夫的金字塔。 大家想,这个狐夫已经去世很多年,那他是不是已经轮回呢? 他是在六道之内,还是在六道之外呢? 这个就是故事里面神奇的地方。 虽然有些人,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轮回,是迟早的事情。 但就像这些埃及的佛佛佬,他们肩负特殊的使命。 虽然他的身体肉身已经消亡,但他的灵色依然在金字塔之内,在做什么呢?在修行。 历经千年,对世间的人、事、物、贪、亲、痴看得很淡,都可以理解为已经半仙的状态。 这是人家前世所修的福德,我们常人不可以想象。 金字塔外面看起来简单,里面是非常复杂。 那又是怎么建成的呢?大家又有疑惑。 要想理解这个建成的过程,或者这个设计规划,就需要大家有一定的常识。 我们中国古人讲求天人合一,就是在一定的修行状态下, 我们和天地感应度交,能融入到宇宙真相当中,了知世间的规律。 同时,大家都能理解有时候的灵感。 大家经常说:"我写作没有灵感,我今天做事没有灵感。 当你没有灵感时,你今天做事情是事倍功半。 有时候灵感一例,洋洋洒洒,下不如有神。 大家想是否。每个人都有如此的体验, 就像我们一位天眼见证人,在学校里面去劝化同学。 同学发生矛盾,他作为调和人,所使用的语句连自己都觉得佩服。 他说:"这些语言我平时是说不出来的,现在为什么可以呢?" 这就是思维进入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 亦可以说所谓的灵感——犹豫神著。 这不是犹豫,而是真是。 在这里说了这么多故事, 老宋有时候在说故事之间,根本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只是知道这件事情我必须去做。 传播因果的使命,我要有承担,要有担当。 刚开始可能说的是一件事情, 说下说下就可以延伸出很多事情。 我们理解为佛菩萨的加持, 都可以理解为灵感的永现。 大家想是否。 有时候我原本不懂的东西, 一边跟大家分享,一边自己就通达, 就明白了,就领悟了, 这也是一种灵感。 记得我们有位同修, 在某位老佛师的港台上, 当日他要做分享, 但他很怕这个港台, 根本不知道怎么去。 于是,大家将他推到了港台上, 没想到一下子说了一个下午, 连他自己都觉得震撼, 我为什么可以这样? 为什么说得这么好? 有时候,菩萨慈悲, 会教我孩子一些功夫。 孩子还小, 没有接触过太极或相关的武术, 但我看他们打出来的套路, 又和这个太极等等的 中国传统功夫有所相似。 我就在想, 所有的功夫, 比如说我们的太极, 是否太极权祖师都是沟通了天地, 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 将上天的法传入人间? 就好像很多音乐家, 在灵感到来之際, 做的音乐, 抱的曲如同天类, 但是过了这个灵感, 他想抱都抱不出来, 这些音乐可能就是天乐。 说了这么多铺垫, 大家都应该明白了, 当然, 金字塔这种智慧都不是我们人类所具备的。 在当时, 埃及有些长老, 他们沟通了宇宙智慧, 在这些宇宙智慧的帮助之下, 设计了金字塔。 当然, 这个建造过程中, 都少不了宇宙智慧的帮助, 这个宇宙智慧只是便于大家理解, 这个可能是天人在帮助, 这个大家就容易理解了, 是不是? 哇, 原来是这样! 金字塔其实最初并不是源自埃及, 地球上有大大小小N多个, 因为N多个, 我都无法说是几百, 几千, 几万, 总之很多, 思维突破了我们人类的感官, 令我们无法思考, 无法理解, 因为超越了我们理解的范畴, 所以老宋都不敢一一说马上都分享给大家。 其实, 我们还看到了很多, 比如说, 埃及的金字塔下面, 究竟有没有宝藏? 那些贪徒宝藏和入塔偷渡的那些人有什么报应? 里面是否有诅咒? 电视里面说, 这些木乃伊在外人入侵的时候可能会复活, 有还是没有? 我们都做了探视、探测。 在侵视了菩萨之后, 我们将选择性感分享给大家。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请你多多关注罪言堂, 多多关注老宋讲故事。 如果老宋讲故事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麻烦你多多转发。 佛报师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淨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释佛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国。 愿以此讲小故事的功德, 回响给诸位善知识。 回响给所有听小故事, 转发小故事, 随起小故事的师兄, 朋友及一切众生。 愿大家家庭幸福, 人人开心。 早日证悟成佛, 人人回归极乐佛国。 阿弥陀佛。